那你再說早點吧,五、六十年代那時候 就是啦 那時候人就是這樣 他們的觀念就是這樣的 你窮就是你活該,你明白嗎? 他們這些就聰明 他們基本上對人或對人的存在價值 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在我們來說,譬如社民連我們、毓民 我們這麼多年來的堅持是人民主義的 你的社會怎樣發達也好,你的政府怎樣強也好 你的政府怎樣壞也好 你的政府怎樣也有個責任是確保社會裡面所有的人民 不理階級、不理種族、不理年稅 都是一個基本的人道的生活 這個基本底線 分配上相對公平 這個基本底線 他們不是這樣看的 他們餓死呀?你自己活該吧 即是沒有能力 我現在保障一些有錢人 經濟發展,那你就找一些殘羹靜飯給你 就是這樣 他這樣想 經濟發展得好 那些有錢人留一些殘餘給你也夠吃 你撿到了 這樣看的 他發達也當然有他的原因 你做乞丐也當然有他的原因 為何你會睡街 他不用睡街 你自己活該 你現在的年輕人完全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你看像大陸這樣 他不是一個以開發地區 那些年輕人就上進了 因為他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他有得望的 你明白嗎? 但是都是小撮人 有機會向上流動 都是小撮人 因為你大陸的市場大 你大陸的市場 我去廣州不夠你爭 我去深圳不夠你爭 我去武漢 我去南京 我再不行的 我去烏魯木齊 我去拉薩尼 你這個空間大 你香港不是 你香港只有一個彈丸之地 七、八萬人 但是被幾個大財團控制一切 那你變成財罰壟斷的情況 所以我們上次在答問大會 講過貧富懸殊 我們話口未完 講完兩天 就立即聯合國出一個 全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 進步地區 進步地區最嚴重 喂大哥 你三萬零七百五十五元美金的一年 的人均收入啊 哥哥 你這個貧富懸殊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你真的不覺得羞恥啊 最諷刺就是 曾蔭權剛剛講完 說低過中緩 才算貧窮 然後聯合國出了一份 刮他一巴掌 所以你說這些人自己囂 就這個天收 你動文所說 這個就順天收 不是啊 你現在整單省電膽 然後雷曼 你的貨買雷曼 又被人爆出來 原來石禮謙幫忙 石禮謙真的冤枉 好心 幫忙結果現在就上了身 意思是別人說 石禮謙是幫很多人的 特首 他不是幫特首 特首 人家很簡單 現在香港沒辦法 你應受的 我告訴你 你是要受的 沒得叫公不公道 應受的原因就是 為何我賠不到 你賠到 有些人現在還在等著 吊頸 為何我沒有你會 爛爛爛爛遊 這種想法很正常 因為你是曾蔭權的弟虎 對嗎 這樣也沒有壞 不過你應該要受 你應該要受 沒得談的 這個叫做 沒得談的 現在 我過去幫有事 我都要受的 我有得避嗎 是不是 我幫著 我沒得避 我一定要受的 對嗎 寶女是從內部攻破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我便要受 早來 早來 遲離 等其他人受 他都要等我這三個月 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他都不讓你安樂 那就要受 出來走 就要還 你曾蔭權 高身厚綠 地位崇隆 一家富貴 你不用受 這些事情 但你幫助 沒有什麼高身厚綠 你要咬錢出來 沒有得太不得錢 要咬我 我叫屎發行底糕死 你明白嗎 屎發行堅底糕死 太好 當年我抓你 很多人不知 很多人以為 你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跟網民說 我們一群兄弟 吃了六個月 晚上差不多 每個星期就去吃牛肉麵 就睡到幫主出生了 好 我們聽聽電話 Louis 郭文大舊 ANGEL台將 你們好 各位好就行 香港是全世界最貧富 最嚴重的地方 不是全世界 三萬多美元 今就被大財情擋斷了 曾蔭權 什麼黑身法權 這個分配從來會有問題 很簡單 明明可以做特需 政府可以用六百多億 七百多億買 買了五回 回購領會徵用 你會買兩條東西 沒有人派千萬編編不做 他們 這些是我們說的 你又說的 民間智慧都是這樣的 對嗎 你現在是東西隧道 加舊隧道 喂大哥 那條西隧道是沒有人行的 那兩條隧道是中信太富的 是吧 你還用以前那一招 都行不通 是吧 那為何不給我們 是吧 那段片 我看了絕密片段 HKLXD那段片 我看了 兩段片看了 轉了檔 還有 想問一下 其實立法會 可不可以拍片 現在不知道 他現在想辦法 要搞我們 又在行政管理會 又在廣議規制 又在廣議規制 他們在想辦法搞我們 下次 如果被人告出來 可不可以拿著 機器 怕他們拆洗完片 好有辦法打機會 傻子 那些科技那麼先進 那天就玩東西 放一部機 大佬洗洗部都可以 可以 還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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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聽了聲音都可以 想問 現在有很多窮人 看不見更窮的人 所以政府造成 大財團